今天的研討會 題目是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後 兩岸關係的展望 台灣大選已經結束了 藍綠二鬥也結束了 這個時候我們展望未來 看看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趨勢 所以今天我們在海外 我們邀請了一些學者專家 也有一些民運人士 包括國民黨 包括民進黨 包括民運運流 還有兩位學者來參加個研討會 研討會結束以後 我們也會開放 讓聽衆來提問題 我希望今天的研討會 是一個很平和理性的研討會 上次研讨会我记得两个月前 在选举前两个月举行的一次研讨会 也是在这里也是在同一个地里 好像还蛮激烈的 现在选举结束了 台湾的民主政治往前迈进了很重要的一步 完成了第二次政党能替 台湾内部从今以后应该安定下来 我们在海外也应该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交换意见 不要戴帽子 台湾的选举大家看见戴红帽子 抹黑一大堆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你们都有这个客观 这个主题就是台湾总统大选后的两岸关系 然后我们有四个分题 四个主题 那么讨论两岸关系 一定要讨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那么民进党虽然败选 但是我们民进党还是重要的反对党 所以我们也要讨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然后第三个主题是大陆的两岸政策 然后最后我们来展望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这个研讨会是北营之村杂志社的主办 北营之村的主编 胡定先生 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这个研讨会的主要推动的人 主要的组织者不是我本人 这是这位薛伟先生 薛伟整个这个研讨会组织起来 是薛伟可以说他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或者他把这个主题的荣誉给了我 我甚至过意不去 所以今天我们研讨会结束以后呢 我会请薛伟先生呢来做一个总结 薛伟先生他本人呢写过很多文章 这次也到台湾去观摩选举 对于两岸的形势 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最后呢 我请他来做一个总结 我是杨丽宇 今天主事会议 我是新泽西州市中大学的教授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么现在我介绍一下 今天出席会议的人事 首先我介绍 北京之城的主编 也是著名的郑正夹 胡平先生 下面我介绍 李正山先生 他是民进党的元党 曾经入过民进党美东党部的主委 现在是民进党平衡委员会的主任 这是我们请的人 民进党的这几位 请的民进党的几位图友 都是比较温和理性 我们没有请很多的 没有请这个骗击的人士 下面我们请介绍 这个中国民主党的顾问 也是明明领袖 在大陆坐牢 坐过十几年的牢的 这个王熙德先生 他专程从秀庆山来 参加个研讨会 那么下面我介绍 湘晓吉先生 天安门 在下面我介绍 曾仁佳 陈破空先生 被挑选 在我右边的是 去年从哥伦比亚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也是明领领袖 也做过很多年老的 王俊涛先生 在下面 我们请了两位 国民党人士 再过一个多月 国民党就变成了私人党 我们请了两位 国民党的女将 男将很难请 现在请了两位女将 第一位是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佟智女士 在下面我介绍 国民党第十六届后顾中央委员 丁竹金女士 很可惜 另外一位民党的朋友 她到现在还没有到 她是从纽杰西 蔡永聰先生 蔡永聰医生 在台湾社团里面 她是非常有体会 非常有影响力 她现在还没有到 最后 我会把你这个 民运大将摆在后面 这个 洪泽胜博士 那刚才我介绍了咱们几位 我们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 七分钟 就是针对这个主题 讲七分钟 以后每个主题 三分钟 那么 严格镇守时间 我们有位朋友 专门负责看时间 我们时间很有限 我们希望留下充分的时间 今天 全部座位坐满 希望让听众提问 我们 做出得意 每个听众问题 请不要超过两分钟 首先 我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